哈喽大家周末愉快 又是阳光财经周末点评 我是Sani 从3月底到8月中旬 大盘已经连续涨了5个月 上一轮大盘持续上涨 也是5个月左右 是不是随时准备高台跳水呢 拼多多想蹭特斯拉的名气 结果惹得一身骚 这说明了什么 零售数据向好 而大量商家破产 沃尔玛却被看好 为什么 今天的周末点评 我们就来聊这几个问题 节目开始之前 欢迎还没有订阅的观众 在右下角免费订阅 并打开小铃铛 从这张小时图上 我们可以看到 大盘短线超买信号 在技术指标上累积 60分钟图出现严重的 MACD顶背离 这预示着下周的大盘 在小时周期上面存在调整压力 随时有高台跳水的可能 在分析软件的技术指标这一栏单中 有各种各样的技术指标 像MACD KDJ KDJ RSI等经典指标 而MACD顶背离是指股价走平 而同时MACD下行的情况 图中列出的是一小时图 用来判断三五天的行情是比较合适 从这个MACD背离来看 下周有可能出现一天的跳水行情 这个小时图背离带来的回调并不可怕 它会清洗筹码 为再次上涨做准备 三大指数中 道琼斯指数和标普一样 出现了小时图上的MACD顶背离 虽然小时图上出现了看空的信号 意味着三天之内的天气预报 可能要晴转正雨 而从日线图上看 上升通道和拒绝暴跌的力量 却非常明显 为什么这么说呢 以下几点可以说明 第一 连续阳线之后回调有限 表示前期多头 只是喘口气 而不是气城而逃 标普是九连阳之后 跳水一天 接着又三连阳 13天有12个阳线 这是多头行情 上涨行情 毫无疑问的 标普一定要去3393点的 标普大盘连续上涨5个月 气喘吁吁的 眼看就要到达终点了 难道在终点线之前倒下吗 通常跑长跑 到了终点线不是停下来 而是要再往前冲一冲 慢慢的再停下来 否则伤五丈六腑 道指也是非常强的多头行情 11天当中有9天阳线 两天阴线 一种完全不回调的状态 标普和道指反映出 这两周以来的上涨非常凌厉 每天一点 但多头大部分时间都是赢得了比赛 空头只是在一两天之内赚了点小钱 第二点呢 创出新高的指数并没有出现放量 而是在温和的成交量之下 适当休整 高位没有放量 量价配合仍较为合理 一般来说高位放量看空 但目前来看成交量并没有放大 三大指数三月底底部放量 确认了V形底反转 而此后一路反弹 一路上涨 中间偶然放量没有持续性 到现在也没有出现所谓高位放量的信号 也就是说主力资金没有集中出货 而散户资金购不成大风浪 第三点理由 纳斯达克指数领头扬 在一条完美的上升通道上 上升趋势线暂时牢固 当且仅当上升趋势线被跌穿时 才可以开始考虑多头行情结束的可能 纳斯达克指数的上升通道 不管从角度来说 还是从节奏来说 都是最牢固的 纳指的上升趋势线是两个月前就画好了的 之前是把每个地点连接成线 而这条上升趋势线一直延伸 神奇的是两个月前画好的这条线 每次碰到它的延伸段都会获得支撑 然后突破新高度 突破后也不涨太多 立马乖乖回踩 一切就像有神奇的力量在操控 实在无法知道纳斯达克的主力是何方神圣 这种控盘手法真的是太厉害了 实际上市场并不是任何品种都有专家 无非是散户想出来的假想敌而已 这样的大盘没有操纵 只有规律 那么纳斯达克的上升通道到底什么时候破掉呢 一般来说这条橙色支撑线破掉才考虑上升通道结束的 现在还在支撑线上 而且如果你看均线的话 指数还在5日线上 这个时候来猜测顶部 既不现实也不必要 第四点离大选只剩下不到三个月 股市暴跌不利于特朗普政府的需要 这是大家的共识了 我简单带过 特朗普一直把股市表现当作他的政绩 这面临大选了 股票崩盘不是打脸吗 距离11月3日还剩不到三个月 政府可以使用的托式工具很多 安定的金融环境避免给对手已攻击的口实 近期特朗普通过攻击中国互联网企业 提升了支持率 华尔街害怕加税的拜登 所以特朗普支持率提升也是一种看涨信号 OK 接着我们来解读一下 特斯拉不愿与拼多多为伍 说明了什么 伤害品牌利亚 拼多多已重视下沉市场 百亿补贴农村包围城市的市场战略 虽然随着用户阶层的上移 这些情况有所改观 但拼多多仍给人一种低端 假货 贪小便宜的观感 朋友圈 评论区留言经常出现的句式就是 我妈在用拼多多 特斯拉是全球电动车的领导者 其品牌定位高端 试想一下吧 如果你从特斯拉官网下单 买了一辆特斯拉 正好单位里有个同事 用拼多多拼了个特斯拉 还四处宣传其砍价神功 你是不是非常不帅呀 那拼多多搞这事 除了达到借力宣传的效果之外 也是拼多多想改变平台 给人低端劣质印象的努力 拼多多拼团的苹果手机 凯迪拉克等 都是一种市场营销手段 那拼多多当天跌了5% 特斯拉涨2% 市场喜欢还是回避 已经用脚投了票 最近热播中距30而已里面的顾佳 拼尽全力 挤进富太太圈 为了商业资源 也为了孩子上学 但是一开始真正的有钱人 还是不怎么待见他 甚至还设计坑他 这就是鄙视链 拼多多砸钱碰瓷的行为 已经导致大品牌商家的不满 当别人发布官方公告说 我们没有和拼多多合作 拼多多的订单违法规定 我们拒付之后 拼多多的品牌力到底是上升了 还是下降了呢 公司实际控制人 黄征退出拼多多主体的董事职务 并于近期又退出了拼多多母公司 杭州埃米的董事职务 卸任公司CEO 自己继续担任董事长 将7.74%的股权分给拼多多合伙人集体 黄征希望通过调整 把管理工作和责任交给更年轻的同事 保持活力 在这个背景下 黄征也才40岁 相比马云是55岁才退出 与此同时 拼多多还爆出在疫情期间GMV水分的利空消息 把取消的订单也算在其数字经济体内的成交额当中 在活跃用户直逼阿里巴巴之后 中国几大电商之间的PK也越来越激烈 你百亿补贴 我也百亿补贴 补贴作为一个护城河 本身就是纸糊的 一桶就破 拼多多市值1000亿 特斯拉市值3000亿 加上中概股的整体风险 拼多多种种让人看不懂的操作 在一场小小的商业纠纷中 投资者用资金投票 哪一个更有投资价值已经给出了答案 再来看看零售行业 有人关门大吉 有人延长营业时间 现在是不是买进沃尔玛的时间呢 CNBC首页文章说 美国7月份零售销售 增长了1.2% 汽车不算在内的话 已经大大超过了预期 电子电器 酒吧餐馆消费上涨 消费者支出已经 创历史新高 这样看起来 美国人又在愉快的花钱了 而另一个方面 却是大批的零售业品牌的倒闭 百年老店纷纷申请破产保护 根据雅虎财经的整理 上半年以来破产的零售业大品牌有20个 而标普市场情报统计有38家 涉及的门店几万家 而小品牌零售商户更是大量倒下 一方面是整个社会零售数据的创新高 另一方面是大量零售商户的倒闭破产 那么市场份额会跑去哪里 市场如何洗牌呢 别的不知道 沃尔玛延长了营业时间 从8月17日开始 沃尔玛4700家门店中的绝大部分 将把关门时间从8点半延长到晚上10点半 60岁以上顾客还享受营业时间提前一小时 平安购物时段 延长营业时间在增加了可变成本的同时 也意味着营收和利润的增加 沃尔玛还推出了沃尔玛Plus 订阅价格98美元 提供当日送达加油折扣等会员服务 这家零售巨头最近动作频繁 很快从疫情的负面影响下崛起 线上线下同时发力 那么社会零售增加商家倒闭 这一增一减 多余的市场份额 必将被更大的零售巨头瓜分 沃尔玛此时延长营业时间 增加电商业务的潜力 是时间看好WMT了吗 沃尔玛这只股票 首先它是一只长牛的股票 这样的股票和8月必买三只股的 Home Depot一样 是长胜不衰的品种 买了亏损是暂时的 从2015年到现在 股票涨多跌少 每次回调都为串新高做准备 这种长牛股有两种买点机会 要看个人的性格选择 一是逢大跌买入 大跌时好的公司打折卖 而基本面却没有太大的改变 正好买入 而大跌买入时 你不知道是不是底 所以你极大的可能是买了之后 当场亏钱 你得做好心理准备 这种操作就是适合心态较好 拿得起放得下这一类性格的人去买 大跌买入法是左侧交易 因为完全不知道底在哪里 就买下来了 那另一种呢 就是串新高买入 当股票串新高时 说明多头力量很强 在一定的时间内消灭了空头 按顺势买入法 串新高买入属于右侧交易 因为底部已经明显定局 多头士气正旺 强者横强 但串新高买入会比大跌买入法买得更贵 心理不平衡 目前的沃尔玛已接近了前期高点 等待我们的只有第二种 创新高买入法 其实每只股票都有它的性格 只有符合你自己的性格 你才能驾驭得了它 这就好比阿凡达里面的神兽 除了缘分 你还得和它有共同的性格 它才会让你好好的骑 阿凡提骑猫驴 阿凡达骑大鸟 找到适合自己的股票 比找到会涨的股票更重要 最后欢迎你点赞 并转发 我们下周再见 拜拜 拜拜